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一天摩尔多瓦的俄罗斯大使馆还被丢汽油弹 警方逮捕现行犯 俄罗斯总统大选期间不平静 反对派也号召支持者投废票 尽管如此普京还是不意外胜选连任 甚至在只开出5%票数后就自行宣布当选 总得票率高达87.97% 不到十秒清三次喉咙 整场胜选记者会没露出笑容 大部分篇幅都在讲俄乌战争 也被问到法国总统马克宏 提议今年奥运期间暂时停货 但武汉总统大选时机 同批普京选举手段 投票期间 俄军士兵在乌克兰占领区 拎着投票箱挨家挨户拜访 甚至传出有持枪俄军 强迫居民投票 而今天上午北韩又接连的 发射三枚短程飞弹 这也是北韩睽违两个月 再度发射弹道飞弹 而时间点相当的敏感 因为美国的国务卿 才在星期天飞抵南韩 准备要进行韩美外长会 东北亚一大早就拉警报 北韩又发射飞弹挑衅 日本防御神一连侦测到三枚飞弹 在日本7点44分前后 发射两枚隔了半个多小时 又发射另一枚 这次飞弹最高高度达到50公里 飞行速度350公里 初步分析认为是短程弹道飞弹 时隔一个月北韩再度飞弹 南韩国军上周五才针对北方 最前线的白领岛和延平岛进行海军陆战队 美军演主要训练夺岛作战 此外南韩也联手美军强化爱国者飞弹系统的后勤训练和模拟机场遭攻击后的维修作业 韩军做好准备就是希望将北韩的威胁降到最小范围 TV片新闻听不到 中国大陆在对瑞士 爱尔兰 匈牙利 奥地利 比利时和卢森保六个欧洲国家 单方面的开放了免签 而如今免签证入境中国的欧盟国家已经是增加到了11个 这也让中国境内的外语导游忙了起来 尽管免签只能在中国停留15天 但在北京当局持续推进单方面开放下 到今年11月30日之前 能够免签入境中国的欧盟国家已经增加到了11个 而周四新增免签的第一天 不少搭机抵达中国抢到头乡的欧盟旅客 直说很方便 而且能够拉近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距离 西城数据显示在14号这一天 从瑞士 爱尔兰 匈牙利等新开放六国 前往中国旅游的订单量 比去年同一天增长近两倍 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约四成 包括生亚利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旅行社 也积极开发各种中国旅游产品 大量免签旅客快速涌入中国各大旅游景点 也让在地的外语导游地培应接不暇 一整天多数时间不是在景点内解说 就是在去景点的路上 这个月的话是一个忙儿的状态 因为现在免签了嘛 各种手续都比较方便 尽管免签确实拉抬了欧洲民众前往中国的意愿 但有一个现实状况却可能带来阻力 那就是机票价格居高不下 尽管前一波对法国 德国 荷兰 西班牙与意大利等 五个欧洲国家开放的单方面免签政策 至今已经超过三个月 但除了非西班牙与意大利的航班数量 目前已经回到2019年水准 其他三个国家最多只恢复到疫情前的七成 至于新开放的六国 只有往返比利时航班恢复到疫情前 其他国家的航班数量 多半只到疫情前的五成至六成 此外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 向中方开放免签 脱离欧盟的英国甚至还传出 有意限制持外交或公务护照入境的中国公民人数 以防止这种不需要经过查验的入境方式遭到滥用 导致更多间谍进入英国 英国军情五处去年曾经透露 已经有至少两万人曾经在网路上被中国间谍接触 显示间谍渗透的严重程度 但也有部分英国官员担心 如果真的加强对中国公民的入境审查 导致外交活动受到限制 可能会让两国关系更紧张 中方一直为英方外交公务人员来华提供便利 希望英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 然而当利益出现冲突 能否相向而行就成了巨大考验 去年9月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的欧盟 从本月7号起 进一步对从中国来的电动车展开海关登记 这意味着今年底之前 有关贸易调查结果出炉之后 欧盟可能会对登记的电动车展开追溯性征税 欧盟采取进口登记措施 和可能的追溯征税 不利于双方新能源产业深化合作 也将影响欧盟消费者的利益 此外欧盟委员会也在周四宣告 对阿里巴巴旗下的电商平台 全球速卖通 可能存在假药或者色情内容传播 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的情况 展开正式调查 这场依据欧盟数位服务法所展开的调查 若最终确立 阿里巴巴可能会面临最高等于 全球销售额6%的巨额罚款 欧盟此前已经依据同项法案 先后对X平台与TikTok展开调查 目前还没有最终结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的追踪第一线 我们视讯访问到的是 金库资本管理合伙人丁玄文 玄文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们要先请教您 是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 要求抖音从字节跳动脱离 否则将会受到全美的禁令 虽然这个法案 还没有通过参议院那一关 但是川普时代的财政部长 就喊话说 要来组团收购抖音 请教玄文 我们要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对我想3月13号 众议院 其实这次的票数 差距蛮悬殊的 所以虽然说现在参议院 我们还有一个时间要等待 尤其拜登的态度非常重要 不过看起来这件事情 已经实在必行 事实上我觉得 这一次抖音这个事件 其实已经引起 全球关注有一段时间了 自从抖音的CEO周壽之 在视频里面 接受国会的一个考核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就已经注意到这个事情 可是我会觉得 随着全世界 这个所谓全球化 去不回 区域分化越来越明显 各国的民粹跟保护主义在崛起 我想这是既半导体 甚至电动车之后 尤其在人工智慧的压力之下 可能很难躲开的一个 中国跟美国之间 剑拔弩张的一个事情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谁是谁非 我想任何的东西 其他都有一个对跟错 不过在现在这个地缘政治 紧张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很难说得清楚 那事实上 你如果真的要去说 所谓的抖音 在所谓的数据收集 或者是一些偏见的传播上面 到底做了多少不对的事情 其实很难去明确 不过如果你把它当作 新媒体的一个应用 跟旧媒体做比较 你又不能不说 美国这一次有这样一个动作 也是有它的道理 因为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美国虽然是一个强调 自由民主的地方 但是其实美国基本上 是不允许外国去操纵 美国的媒体 所以透过这几年 所谓移动互联网也好 或者是应用程序APP也好 确实在收集数据上面 会让很多注意国家安全的人会担心 因为其实有在注意到新媒体就知道 你如果认真来说 美国或者全世界前十大 所谓的社交媒体里面 其实有高达六家 是属于Facebook的母公司 MEDA所控制 只是说抖音 因为它现在排行第一 在美国1.5亿的受众之中 甚至有高达三成 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这个事情其实就变得比较引人注目 那另外现在大家在关心的就是说 一旦这个禁令如果生效 也就是说抖音必须去 卖给所谓的非中国的第三方 那基本上我想 美国很多的所谓的网路巨头 肯定是有兴趣 不过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中国的态度是怎么样 那事实上我认为 中国在这件事情上面 能够斡旋的空间也有限 所以基本上现在最有可能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抖音 是不是有可能切割 然后选择第三国或者是美国来上市 那这个IPO过程里面 就牵涉到资本运作 那资本运作大家都知道 其实华尔街还是在美国 所以美国会不会在这件事情上面 最后以一个资本运作的方式 去帮抖音找到另外一个方式 我想是值得我们注意 不过这件事情比较引起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 随着人工智慧跟数据 这个在未来的代表的空间越来越大 所谓新媒体跟旧媒体之间 不管是在美国 在每个国家 到底这个政府也好 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所谓读者听众也好 怎么去应对这个事情 我想抖音也好 字节跳动也好 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因为新媒体的时代确实是来临了 另外要请教您是3月11号 中国所谓的两会闭幕 而日新亚洲就立刻说 这次的两会出现了五个没有 包含是没有总理记者会 没有令人惊喜的经济政策等等的 要请教学文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解读今年的两会 对我想3月11号两会总算闭幕了 那这个两会闭幕呢 其实大家比较注意到的有两个重要事情 一个就是人大常委赵乐际 他在闭幕的时候呢 即使是他的发言也是言必称习近平 那更不要说这次就像日新亚洲说的 所谓的五个没有理念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总理记者会没有了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其实很多人过去 在两会里面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些 中国未来在财经 或者政治走向的一个动向 那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 这次两会确实透露了 除了一些讯息 除了呢所谓定为一尊 就是习近平基本上他的这个权力呢 已经到达一个高峰之外 我们也看到所谓的总书记 跟总理之间的权责的区分 也跟过去有一点不一样 那当本来大家最关心的是 中国的经济低迷了一到两年 到底在这一次里面 会不会端出一些大菜 不过就像日新亚洲说的 其实是让人有点失望的 因为这一次出现了一个新名词 叫薪质生产力 那如果你仔细去研究 所谓的薪质生产力 里面不外乎在强调 中国的科技的自力更生 还有注重所谓的供应链安全 或国防安全这件事情 代表过去20年改革开放 我们看到的中国拼经济 可能风向有些转变 那另外端出来的刺激措施呢 虽然号称有高达 一兆人民币的长期国家 特别政府债券 不过基本上因为它只占GDP 这个赤字的3%左右 跟一般人的预期也有点落差 那通货膨胀率还是定在3% 可是事实上现在中国面临的是 通货紧缩 所以还有最后一点是 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之下 企业或者是民营企业的信心 怎么找回来 还有很多的资本在往外 往东南亚或印度去走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我想基本上在两会里面 在这个方面 是让人比较失望的 所以总而言之 现在中国我觉得面临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信心的问题 不管是外资 民营企业 或者是很多人对于中国 能不能端出好的产业政策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另外房地产的问题 好像看起来也还没有解决 很多人批评说 这一次端出来的财经政策里面 对于中国所谓土地销售过于乐观 所以总而言之 我觉得整个两会 透露给我们的讯息是 大家对这一次在财经上面 端出来的刺激措施 是有些失望 然后整个风向 从所谓的拼经济变成以政治稳定为主 也是第二个 大家比较有点担心的 那拉回台湾 其实虽然两岸之间的进出口贸易 已经降到35%以下 是20年来的新低 不过大家知道 其实台湾的GDP成长率 也掉到了14年来的新低 所以随着两岸状况的变化 还有中国经济的不振 加上今年11月 美国也可能会换领导人 所以台湾在这样的一个所谓错终复杂的地缘政治变化里面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新的不同的想法跟战略布局 这可能也是新政府上台之后最重要的重中之中 而3月13号在日本的股市是创下了30年新高 但是数周之后 日本当局又出招了 金融市场正朝着什么样从未见过的现象狂奔呢 这利率好像在不断的上升 而无独有偶3月11号欧元区各国也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后发表声明 将在未来的5年要致力改善欧洲的资本市场运作 要请教学闻的是 我们怎么样解读这些正在发生的资本市场革命 对我想走到2024年 虽然2023年的金融市场表现不错 所以很多人如果有投资的话 其实基本上心情是不错的 不过我想大家也不会否认 2024年的变数非常的多 也就是说大家都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黑天鹅跟灰犀牛在我们的前面 更不要说2024年还有一个美国总统大选是不确定的 那在这些背景之下 其实所有的国家的政府或企业 面临的都是一个充满不确定的2024年 那在这个全球化已经退位 所谓的区域分化保护主义 或者所谓讲求任性的这个时代 到底什么样的做法 是最值得政府去思考 我想过去我们在看日本跟欧盟 其实蛮特别的 首先过去两年有注意日本都会注意到 日本这几年非常的不一样 从去年所谓东正所的一些政策改革 到最近我们看到雄本台积电的这个落地 顺利落地 到最近的所谓抛弃货币宽松政策 走向升息 这一招接着一招 代表日本其实好像在这个里面 已经走到了一条不同的路 那最近有很多台湾人也很喜欢到日本来观光 肯定会发现现在来到日本 不但本来他们很多不管是吃喝玩乐 品质就是很好 现阶段价格更是合理 当然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汇率贬值 我想日本确实给我们看到不同的面貌 可是更值得注意的是 欧盟也开始有了一些不同的动态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3月13号 欧盟在布鲁塞尔的 欧盟的职委会宣布要开始想办法 构造一个欧盟区无缝接轨的资本市场 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 因为你如果回头去看 日本在最近之所以有不同的变化 主要就是资本市场改革 那欧盟最主要是因为 俄乌战争两年下来 欧盟发现到 其实欧洲必须要自立自强 不能完全依靠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因为美国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除了国防安全之外 所谓的资本市场这几年越走越落后 也让欧盟有很大的一个焦虑之心 所以这一次布鲁塞尔会议完的一个宣誓 里面有三大政策方向 15个执行方案 我觉得是继伦敦英国脱欧之后 伦敦金融中西日落西山之后 欧盟一次的正起 所以我们想从日本跟欧洲的动态 我们就可以知道 可能资本运作是所谓的 去全球化时代里面 全世界最重要的共同语言 就是说产业也好 政府也好 你怎么透过资本市场改革 产业透过资本运作 在所谓这个破裂 或者是撕裂的全球化的 未来的过程里面 帮国家的产业布局 帮企业的转型 找到一个方向 我想欧盟跟日本的一些动态 还有最近的一些变化 都值得我们的参考 那让我们知道 所谓的资本市场 其实最重要就是说 你怎么样吸引更多的资金 愿意来投资你的国家 这就必须你要懂得说 自己国家的故事 我想台湾从2021年 半导体护国神山 很多全世界投资人 都注意到了 那如果日本的 所谓的五大商社 能吸引到巴菲特 台湾的从护国神山 到科技的转型 怎么吸引全世界 到处都有的外资 能来投资 我想这是政府 要去思考的第一点 那以供应链筹码来说 台湾有那么多的上市公司 如果东正所以PBR的政策 适当的刺激了 所有的董事会 开始追求产业的转型 那台湾的产业 在转型过程里面 新政府能不能给他们 指引出一条路 帮助台湾的筹码面 也能够有更正衰起弊的 一个方向 而不是所有的筹码或涨幅 都集中在半导体 或科技产业 我想这个也可能是 新政府上任之后 最重要的功课 感谢学文 帮我们分析国际焦点 谢谢 美国总统拜登的 连任竞选活动 在二月募集到了 超过5300万美元的捐款 其中多数是来自于 草根的小额捐款 让拜登的竞选资金 现金已经是来到了 1.55亿美元 而拜登在二月份 也前往了加州 进行募款之旅 同时参加了洛杉矶 和旧金山地区的募款活动 在川普确认代表 共和党披上战袍后 可能回归白宫的担忧 也推动了捐款 拜登和川普 11月大选再度对决 现在已经成定局 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 拜登是以微弱优势领先 川普一个百分点 但是美国前总统的 川普攻势依旧是很多 他批评民主党 一直在对他政治猎物 甚至是爆粗口大骂拜登 只是尽管现场的支持者 情绪激昂 但是昔日 他的搭档副手彭斯 却公开地表示 这次没办法再力挺他 美国前总统川普 周六到二海二洲造势 一谈到官司 就忍不住爆出口 还编骂编远离麦克风 做做样子消音 现场川粉反应热烈 不过他的前搭档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 却在接受福斯电视台访问时 却公开坦言 不挺川普了 回国白宫之路 川普气势高昂 不止美国国内绷紧神经 中国大陆不少人也感到担忧 CNN分析过去川普在位时 北京对付他的方法相对单纯 如今CNN报导指出 川普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川普 川普近期还表示 如果当选会把中国大陆商品的关税 提升到六成以上 再加上川普最近对TikTok禁令的态度 突然180度发夹弯 不按牌理书白的川普 大陆未来要应对他 似乎不再那么简单 TV新闻总和报道 日本大企业上周五宣布 在劳资谈判中将大幅调高薪资 日本央行也预计在周二 有望表态宣布结束负利率的政策 主要是因为今年在谈判之后 同意将薪资平均调高5.28% 这也是33年来最大的加薪幅度 由于先前日营的总裁直田河南 就说取消负利率的时机 将取决于今年劳资双方的 年度薪资谈判结果 市场也认为日营没有理由 延后到4月才采取行动 因此这会是日营2007以来首次加息 也将成为启动金融政策 正常化的转捩点 镜头来看到是英国凯特王妃 修徒被抓包的事件 也引发了不少的批评 而就在这起修徒们沸沸扬扬之际 哈利王子的老婆梅根睽違六年 再创了新的IG账号 英国凯特王妃到底在哪里 在修徒照片被抓包之后 凯特的健康状况更令外界好奇 CNN访问最先撤下照片的 法新社照片总监 他认为漏洞摆出的修徒照 重创了大众对王室信任 凯特的修徒们引来骂声 但仍有不少英国民众表达力挺 至于凯特会生意到什么时候 英国媒体报道 凯特的密友透露 可能会在4月23号 路易王子生日当天 首度公开亮相 这时哈利王子的太太梅根 则是睽違六年 开设了新事业的IG账号 要做什么生意还不清楚 但时间点目的都非常的奇人移动 三天内还吸引了 多达50万人追踪 而哈利和威廉则分别献身 母亲戴安娜私善机构的 两场不同活动 在负面话题围绕王室之际 加上父王查尔斯持续修养当中 王子现在只能继续撑场面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冰岛雷克雅内斯半岛的火山 在周六晚间再度喷发 这也是从去年12月以来的第四度 靠近火山不到两公里的小镇 再度的全面撤离 冰岛人的噩梦又来了 刺耳的警报声响起远方火光冲天 雷克雅内斯半岛的火山再度爆发 这下岩浆可真的是要来了 周六晚间从警报发布到熔岩流 冒出地表只有短短40分钟的反应时间 这已经是火山四个月以来第四度喷发 每个月都有状况发生 火山距离最近的小镇 格林达维克不到两公里 距离国际机场只有十公里 幸好目前航班起降都一切照常 去年12月首度喷发的时候 当局就靠着挖壕沟跟竹土墙的方式引流 才没有破坏附近的地热发电站 不过这回可更加棘手 因为熔岩流的方向是往东南方 也就是格林达维克的方向去 本来住着4000人的小镇 去年12月就大规模撤离过 后来也只有约600人愿意返家 科学家就担心火山活动可能持续好几年 每次喷发点跟影响的范围难以预测 先前当局就曾经考虑过要让小镇废正 连带附近的观光景点 蓝湖温泉频繁关闭 恐怕越来越不适合游客到访 TWC 送不到 亚塞拜然即将在今年11月 举办联合国气候大会 北约秘书长使托腾伯格 17号就和亚塞拜然总统举行的记者会 赞扬他们在向主要北约盟国输送天然气方面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以及对替代性的能源投资 强调气候变迁破坏了全球安全 必须共同对抗全球暖化 而继去年的气候大会 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举行之后 今年将是连续第二年 由石油巨部来主办联合国的气候峰会 只是这同时也引来了环境团体的批评 埃及总统17号和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以及五位欧洲国家的元首 在开罗签署了一份价值74亿欧元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合作的内容尤其是在能源和移民领域 欧盟支援会就说这项协议的目的之一是促进民主 基本自由 人权和性别平等 埃及和欧盟也将深化合作 以应对移民和恐怖主义等等挑战 这笔资金将持续到2027年底 对于震惊力史上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埃及来说 将是莫大的助力 而以色列在斋戒月期间持续是攻击加萨地区 他们声称在南加萨的民宅建筑当中 还发现了哈马斯的踪击 而以色列现在杀红眼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舒默也说出重话 以色列士兵大脚一踹进到粉色系房间搜索 马上在双人床底发现迫及炮弹药 普通卧室原来是迷你武器库就连地板下方 都有神秘的空间偷藏武器枪炮 以色列将现场发现的弹药一字排开 数量很惊人 以色列这几天不断加强进攻的 是一个名叫哈马德城的社区 这个位在南部的建筑 因为有哈马斯藏匿遭乙军狂炸 以色列公布最新影片 显示老早发现社区内有武装分子 鬼鬼祟祟拿枪徘徊 他们有十分不不同楼层在窗边伺机而动 完全不知道自己一举一动都被乙军掌握 随时给出致命打击 加萨目前真实死亡数字难以精确统计 但单日死亡数就已经高得吓人 联合国机构更指出 加萨战争所造成的孩童死亡数 已超出全球四年冲突的儿童死亡人数相加 达到一万两千三百人之多 活着的人随时可能命丧炮火 周四拉法又一栋建筑被炸垮 由于事发在夜晚 大批民众只能靠着微弱灯光 徒手在瓦砾挖掘 这一次又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牺牲 对于以哈战争 美国和以色列分歧加大 最新连民主党参院领袖舒默都说重话 他还呼吁以色列应该重新大选 先前拜登也对拉法画下红线 无奈纳坦雅胡通通听不进去 反过来说会排除压力完成任务 大坦雅胡避免提及的是 他在国内受到的批评 周四以色列民众又举办一场大型示威 这次主要抗议以色列极端正统派教徒 享有的免当兵特权 示威者认为应该立刻修法 让这些人也上正场 全民皆逼的以色列作风强悍 对西安地区的高压反恐争议没有少过 当地跟战区毫无两样 随时有军车和推土机出没 宁可错杀不可误放 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仇恨感加深 周四又有男子在以色列咖啡厅拿刀刺人 监视器拍下恐怖瞬间 加萨人正度过最悲惨的宅解月 由于许多清真四倍炸 他们只能在临时搭建的空间祈祷 宗教成了民众唯一的慰藉 目前加萨人除了苦苦等待空投物资 也在海边远眺从塞普勒斯开来的援助船 上头共载有两百顿的粮食资源 其余非政府组织也积极打造临时港口 卫星画面清楚看见岸边已经造出 大约60公尺长的范围 然而完工后还有更大难题要面对 如何有序进行分配才是最大挑战 别新闻 宋科普道 高股息ETF掀起了全台抢买潮 甚至是有网红喊说要减定存抵押房子 来买ETF的夸大销售行为 这也引发市场检讨 警管会现在要出手了 六月底说是将会祭出新规定 高股息ETF掀起全台抢卖 募集超过千亿元资金狂潮 不过如今也引爆市场检讨 网红的夸大销售行为 另外赖世宝认为ETF本身没有问题 但问题在于网红乱吹牛 警管会主委黄天目强调 不会限制募资上限 只有要加强资讯揭露 认为目前ETF还在可控范围 还不需要马上出手降温 但也要求周边单位建立监控市场机制 另外针对负委托买海外比特币ETF 则最快会在四月底决定 前一资金爆充股市 也让投资人担心流入房市 对此央行提防堵做法 包含落实信用资源 有效配置 调整选择性 信用管制措施等等 而全球金融市场 本周进入超级央行州 市场预估联准会六月降息恐言后 虽然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黑 但台股18号在台积电 苗田席强涨带领下 上涨23.61点 以19706.11点开出 鸿海开高后 在平盘上下震荡 联发科开平后持续走高 台股向上冲 高股息ETF猛涨 不过政府恐怕得风景神经 以防状况太失控 TV新闻蔡明寻留学生 台北策马导 四月份的电价即将要调涨 最了解整体平均的调幅 落在13% 让不少的业者相当担心 而经济部则说调幅还要送审议 不过在1000度以上的用电户 其实只占了2% 如果说调幅要达到超过 10%以上的用户算是少数 早上到店内做营业前准备 开灯后马上先开烤箱 吃最重要的是这一台 烤箱 烤箱一天开8小时不能停 还有甜点柜也是 从开门到关店 只要跟温度有关 就耗不少电力 更不用说冷冻库 还有抽风器材等 但下个月电费又要涨 以台北市大安区 直电餐剧馆来说 每个月约有一万度电 三万五千元左右 四月电价股涨10% 用电成本增3500元 如果下期更惊人 要贵8000多元 老板说目前没有调涨 成本自行吸收 但电价一直变贵 不是办法只能多多开源 开发新菜色的方式去做呈现 我们比较不会说考虑用刺激原料 蛮难经营的 因为现在全部都涨的话 我现在目前开业10年 是一直涨 用电大户还有旅馆店 上总主席赖正义说 观光旅馆房价 每晚恐怕调涨500到1000 观光旅馆工会也说 电价调整明年就会反映在房价上 有很多针对国旅的一些反映 并不是非常的好 认为价钱很贵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 因为诸多的这些成本的调涨 以目前了解 四月电价传出700度以下涨5% 701到1000度涨7% 1000度以上涨10% 工业用电大户涨15%以上 平均调幅13% 超过1000度以上的民生用户 大概只有百分之二点多 所以它的比例非常的低 就是97%以上的电价 其实上是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经济部次长曾文生强调 电价调幅还是要送委员会审议 各界讨论才做定夺 TV新闻综合报导 演员强尼代普遭到合作过的 另外一个演员爆料 说被他在片场大声辱骂 吓得他差点就当场哭出来 也被质疑这算不算是职场霸凌 原本只是为平凡的美国人 强尼代普片中却选择走上贩毒之路 非法赚暴力 也改变年轻人价值观 23年前的作品如今看来依旧经典 但没有找到现在有合作演员 跳出来控诉强尼代普 当年罗拉格劳蒂尼第一次和强尼代普合作 虽然临到小角色心中却很激动 当时导演要他听到特定字眼 就要爆出笑声 他也照办 没有想到强尼代普拍完后走过来 指责他痛骂 你以为你是谁在抢记吗 可以闭嘴吗 连出炮而且带脏字 吓得他当下不知道该回什么 只能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哭 导演当下也默不吭声 对刚踏进演艺圈的他 这真的是超震撼教育 事后父亲告诉他 你可以选择骂回去 或者永远别让强尼代普知道你在害怕 两人并没有因此闹翻 但这事怎会忘记 随着罗拉的爆料 大家也声援很开心 他终于愿意说出口 强尼代普这么做 显然是另类的职场霸凌 但也有人质疑 会不会是沟通出问题 事情真相 至今人是未解之谜 TVC绿绿带将军 踏不到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上午宣布 台积电将在嘉义科学园区先进封装厂的新厂进驻投资 这是由行政院斥资超过70亿新建的佳科园区 在去年5月动工同步启动招商 也预定在2029年完成开发 预估可以创造380亿元的年产值 而台积电的进驻投资 这产值的规模将会更大 接下来看到的是在武汉大学的樱花全部盛开 不只是学生 校外的民众也争相要来拍照 却爆发了游客跟学生的肢体冲突 另外是在河南开封的包公祠 又一个现象 因为有名女子她痛哭拜佛 引起很多人的效仿 纷纷跑来喊约 让包公祠直接封闭 贴上通知写施工维修 一到庙里就跪在地上 虔诚朝拜 嘴里面念有词 讲着讲着直接在包公向前崩溃大哭 大陆这名女子10号到河南开封 包公祠景区边哭边祈求 事后有人自称是当事人 解释当天会这样是因为答应官司 但执行过程财产却被冻结 害得家庭支离破碎 一想到包公公平公正 觉得又委屈 情绪才会难以控制 但画面流出引来不少人效仿 都跑去跪着痛哭喊冤 他是烧香拜托的 就是看见包公比较感动 或者是心理自己有委屈 所以他这样会疯 过没几天包公祠竟然直接关闭 并贴上通知写上时工维修 但17号去传出实在太多人喊冤 神像低调被搬走才封闭 镜头一转 武汉大学校内樱花盛开 很多人开开心心的来赏音 却意外发生小插曲 14号游客跟学生爆发 肢体冲突 双方谁也不想让 直接扭打在一起 一旁的人围观 就怕被波及 也不敢靠近 事后这名学生也发文诉说 当天状况引起热议 校方紧急出面回应 还好人没大碍 事后也发出声明 校外人员入校都得到 网上预约确保安全 只是原本单纯的前程拜佛 开心赏音 结果最后都不欢而散 TBL新闻综合报道 北纲武德宫 是台湾热门的进香景点 而近期妙峰砸下重本 卖了辉达三台高算力 人工智慧工作站 其中一项任务 需要透过AI 帮信仲们减钱时 坟香祭拜 虔诚的香客向神明祈求 正气跟财气 蛮灵验的 怎么会知道这边的 梦到的 宫廟仍来仍往 这里是位于云林北港的武德宫 去年超过800万人次造访 这不是乱喊 而是AI算出来的 一年有抓到大概800多万人次 然后又来我们这边 就是参拜这样子 那目前是 交通公共观众局的景点 是全国第四名 那如果是以宫廟来讲的话 是第一名 李明达是武德宫的信徒之一 从小就跟着父母 从台北来参拜 而闻武德宫要借AI 捕人力短缺问题 李明达正好能提供自家技术 第一个人流是 希望能够取代 就是门口的按码表 主委这边希望说 这个不要说用喊的 就是说 大家看看 哦 20万人 那这个希望有比较精确的 那所以我们公司呢 就会提供人流技术的方案 在庙的门口正上放摄影机 那人进来呢 就是点人头的方式 那目前可以做到 是完全零失误 传统庙语结合最夯AI 武德宫更砸重本 买下AI主机 北纲武德宫香火鼎盛 有不少信徒 都会来向财神爷求签 不过现在解签的人力有限 武德宫也结合AI科技 帮信徒解签 点香来到武财宫面前求签 行归代表神明同意 抽签之后 得到神明指示 取出属于自己的签诗 但签诗都是文言文 要怎么解 过去就是翻解签的本子 或是拿去问解签的师兄师姐 但现在透过手机 输入所求知识 AI大神直接解惑 不止如此 AI也能辨识卵文 这背后的推手 正是武德宫的主委林安乐 这样这个福然记事完 其实财神爷针对你的问题 他给你指引 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诗文 之后交到你手上 财神爷其实答案都讲了 但是你一头雾水 因为你可能看不懂文言文 所以说我们过去都有配置 这样的一个解签的人员 对AI的掌握 虽然也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觉得说可以透过 这个AI来辅助 林安乐毕业于台大经济系政大金融所 曾在金融业打滚多年 2011年结下家业 担任主委一职 家主理有说 早年财神爷那个 扶软将家软委 有指示到的是我这样 因为我也有在企业的管理经验 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主委要做什么 我想说应该 公庙应该没有什么事情 所以我就答应 我想说挂个名 应该是无法 我是这样阴错阳差 就踏入这个行业 其实我们一直在用 看起来很新的方法 做最传统的事情 其实我们还是在做 提供最传统的服务 比方说线上我们帮助你点灯 线上我们帮你登记 去补财库 用企业管理的模式经营公庙 提升信徒们的体验 线上点灯 古财库已经不新潮 这几年来 武德公不只开发文创IP 还发行NFT 现在与AI接轨 一直走在趋势上 最大的效益其实就是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 其实你等一下去看说 到大殿去看 尤其是周末 其实会发现说 武德公信众的组成不同 第一个当然是信仰的性质 说主神是管财富 一些人都在创业阶段 要求事业要起飞 要顺利 所以说可能顶多就是三四十岁 这样子的一个组成 或者说刚进入社会 我希望找到一个工作等等 所以信仰的特性本身 会吸引比较年轻的人 传统文化透过数位转型 民间信仰更深植人心 TVBS新闻 陈尤翔 王浩宇 云林采访报道